最近气温不断升高 今天的杭州最高气温是34度 如果在太阳炙烤下 在户外连续步行7小时 会怎么样呢 估计大多数人都会吃不消吧 4月10日在里水联都 大洋路防疫直勤的辅警邓峰 在烈日下穿着防护服 连续直勤了7个小时后 有些挺不住了 Zither Harp 其实和辅警邓峰一样 在抗议一线辛苦执勤的公安干警 还有很多 这两天杭州临安板桥派出所的 九五后辅警马盛奇的口罩脸照片 刷屏了朋友圈 马盛奇自3月31日 到临安灵溪防疫检查点以来 几乎在这里安了家 这里的警力实行24小时两班倒 不间断地对过往车辆及人员进行核查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由于这个检查站呢 是从板桥通往临安的必经要道 日均车流量有8000左右 因此大家都不敢有丝毫松懈 忙起来的时候 马盛奇说 他一天的微信部署呢 会超过2万多部 致敬一线抗疫的所有工作人员 我们也希望坚守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 能够照顾好自己 期待你们平安归来 各位坚守护疫情能够照顾还好